拿著香前塵跪拜 51歲的阿月媽秀出求到的籤詩 感嘆家中經濟狀況不佳 且需獨自撫養兩名幼孫 一個今年3歲 另一個也才5歲 生活壓力相當龐大 我兒子是一個單親爸爸 而且目前在監獄裡 所以我愛個孤狼的孫 我也是一個是癌症的患者 阿月媽平時長前往龍城宮 拜拜祈求媽祖保佑 在兒子入肩服刑 夫妻倆又罹患癌症後 家中經濟更加拮据 在請龍城宮內老師 幫忙解遷失的過程中 阿月媽了解到 可向社福中心尋求經濟幫助 後來不但得到社工滿滿的關懷 還成功緩解家中經濟窘境 生活也慢慢穩定 這個社會中 這陣子我的艱苦 分處的困難 可以讓我讀過這個難關 我們是透過民政局的系統 知道有一些公廟 其實他們平常有都在做一些 急難救助社會關懷的一些個案 那其實我們現在在高雄 有18處的社會福利福中心 社工人員在脆弱家庭 或是家庭有一些比較弱勢的個案 需要一些幫忙的話 我們社工都會去評估跟給予協助 就物質上如果有什麼勸欠 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能夠幫助你的 高雄社福中心自今年3月起與公廟合作 派社福中心人員至廟裡上課 教導如何辨識脆弱家庭民眾 公廟內的老師在幫民眾解遷失時 若發現民眾急需社福中心幫忙 就會協助轉介 那當民眾來這邊拜拜的時候 如果他來解遷的時候 也可以多問一下就是他家裡發生的 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那如果又符合我們脆弱家庭 或是弱勢的家庭就可以轉介給我們 那我們社工就會去關懷陪伴他 然後提供一些物資還有一些急難救助 來幫忙他渡過難關 廟宇是許多民眾的信仰中心 有時若是民眾不了解社福中心能提供的幫助 有哪些會傾向先至公廟尋求神明的保佑 透過社福中心與公廟的合作 期待能讓更多脆弱或危機家庭得到即時幫助 記者邱建勋 蘇宇文 高雄報導